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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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了 《了解教师电台》 我是Alan 我是Lina 我是Yomi 這系列的节目我们想和大家聊聊 Making Teaching Visible MTV 那说为老师的你 是否曾经有被学生黑过的经验 身为家长的你 是否不太清楚的小孩 到底在学校学了什么 这次的《了解教师》系列主题 DJ 鞭鞭们 我们想要和大家聊聊说 那些年老师教学背后的大小事 你到底值多少呢? Nina 我想问一下 还有Yomi 我们这次为什么要在教师节 特别安排这个企划呢? 那什么是MTV? 它的这个理念和台湾教学现场有什么关系? 其实啊 是因为我们之前在疫情期间 还有就是正值暑假期间 有几次我们跟老师们进行 午餐聊天的聚会 那我们就发现啊 在开学快要到的时候 我们就想要跟老师们聊聊 他们在近期备课的时候 一些经验 然后可以彼此交流跟学习 那其实我们也特别好奇的是 他们尝试这样子DSE学习法 比较创新的课程 那他们有没有尝试过要跟家长来做沟通 因为毕竟这样子创新的课程 其实是家长比较难以想象的 那在听完他们很多的经验分享之后 我们发现不管是好还是坏 那很多时候 老师们用心良苦的背课成果啊 比较少被看见 反倒是孩子们闪亮的学习成果 比较被多数人发现 那多数的人呢 包括家长还有我们 其实比较少看到老师们 他们这一群幕后推手的引导 还有支持 在给予孩子们的时候 所以这是比较可惜的 所以呢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Podcast 来为他们发声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了解老师们 这个幕后推手的角色 那我们也想跟大家介绍MTV 它其实是印度河滨学校长期推广 和实践的 让教学被看见的一个理念 那就是它是将亲师沟通的重点 摆在教学内容上 包含我为什么这样教 我怎么教 以及学生在课堂中具体的学习表现 希望不论是家长 或是关心教育的大家 都能给予教学现场的教育工作者肯定 然后放心的将孩子交给他们照顾 让他们的专业备受尊重 也让亲世间培养出双向交流的默契 是啊 其实我们希望透过MTV这个教育理念 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视角 来了解老师他们的教学设计 以及教学理念 那也让大家看到用心良苦的这群老师们 其实是很用心的在为孩子们付出 然后也为教学就是做很棒的设计 然后让学习看起来更毫不费力 而且在课堂中是充满欢乐跟乐趣的 那这次教师节的特别企划呢 我们同步也在跟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们 搜集那些年我与老师的故事 那这边呢我们就想要邀请我们的边边Alan 来跟我们分享并示范一下 他当年与老师的故事 Hello 我是Alan 其实我自己对于身边遇到很多的老师 然后我都蛮很感谢他们 就是一路上就是不管是从国小到大学之类 就是我觉得不管就是在练球 还是真的在读书的部分 他们都给予我很多鼓励 但其实说实在我的肌力没有很好 然后他们可能真的讲了很多话 但我没有确实的真的记得 但我都非常感谢他 但是其实一直以来 还有一个我心里的最最最感谢的一个老师 他真的是我的人生老师 就是我妈 我妈他是一个国中老师 然后他是国中的客人舞蹈老师 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个辅导处的组长 然后他那时候其实很 我很小的时候我印象中 他都蛮常会带我去他们的办公室 然后我都会觉得是去玩 可是呢就是在那边我就看到他 他跟很多学生啊同事之间的相处 都是蛮融洽 然后学生有任何问题 不管是学业 还是说在他的舞技上 因为我妈是他教舞蹈 然后他都会很就是就是真诚的回应啊 然后学生就是蛮开心 觉得好像有被鼓励到 对虽然这个印象其实老师我对于 没有那么清楚 蛮小的记忆 但是我后来就是一直到蛮大的时候 我其实蛮多时候其实都是耳闻 一些亲戚好友就是 他们都会分享说 你妈妈就是当年都是 从他以前要怎么考上老师 然后他怎么一直就是努力 坚持他的舞蹈的梦想等等 然后最后真的变成老师之后 怎么带学生 然后他自己有一些很多的教学成果 然后他办了很多奴战啊等等 然后带学生出国比赛 虽然我有去 但那时候我都不知道 他到底是怎么去办到这些事情 然后每次我都看到那些奖杯 我什么都觉得很厉害 可是我都没有真的具体知道 他的教他是怎么去教的 他用什么方式 但是后来 因为我妈后来其实在 我很小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吧 他就已经过世了 然后后来 那个我后来是在他的FB 然后就是会划一些动态 最近近几年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他们有些学生 有些不知情的 有些知情的 他的同事们 都还是会陆续在他的脸书 动态上去给他写一些 我觉得在他的生日的时候 都会写一些祝福 然后我觉得蛮感动的是 就是因为他们 就是如果说一个老师 他真的是教的很不错 或我不敢说我妈 到底是多么好一个老师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 有带给一个学生 或者是老师 就是他的同事们 就是好的一些印象 那其实大家都会记得的 就不管你们还在不在 就是这个世界上 或者你们还没有在联系 他们一直都会记得 然后就我觉得蛮感人 但是我还看到一些学生 跟他的同事 好朋友 都会每年都会固定 都还会上去那个脸书上面 去留言 就是祝福他 然后也会说他也很想他这样 然后有些学生也有留言说 很谢谢老师 就是你那时候鼓励我 就是去 或许我没有很喜欢跳舞 但你可能鼓励我去做音乐 我到现在还 还致力在这个剧场之下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就看了那个脸书的动态 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 就是 真的是教学会被看见是 透过各种方式 有的人是被纪念的 有些人是会 愿意就是表达出来 不管用现在的脸书 这种方式 或者用口语表达 我觉得都会是蛮好的 那我觉得我一直都蛮希望这个教学 可以 就是更多人理解老师的教学 容易 这样 非常感谢Alan的分享 好我帮你做个总结 但好像没有讲到为什么 没有我觉得 就是听完Alan 反正就是 妈妈同步是你的人生导师之外 嗯 妈妈作为一个老师 也是她学生们一个很好的典范 而且刚刚其实Alan有提到一个点是 他们的教 妈妈作为老师 她的教学成果 不一定是要在成绩一单上面的展现 而是回过头来这个历程里面 学生们他们有没有勇敢的 或更有勇气去面对她未来的挑战 或是她甚至找到她自己的梦想 或是她的热情去坚持这件事情 是作为一个老师 她的这个教学 最终可以达到这样的成效 是一件非常有很新闻的事情 然后作为就是 人生导师的其中下面一个学员 然后以及就是 作为她的女人 你也觉得这些事情是很骄傲 也很感动的 非常感谢Alan这些精彩跟感动的分享 嗯 所以就是非常感谢大家 就是收听我们的Podcast到最后 那其实希望 大家就是可以认识更多MTV的精神 我们刚才说这么样 那么多的故事内容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了解说 诶老师他们其实付出的努力 都不是这么容易 有时候也很难就是被我们就是看见 因为我们多数的时候都是看到 小孩他们的成果居多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跟大家工商一下 这一次的教师节特别企划呢 我们正在向广大的听众们目击 那些年我与老师的故事 欢迎这次目击想邀请大家跟我们分享 你最深刻的人生导师是谁 或是求学阶段上最感谢的老师是谁 没错哦 不论你是否有跟他们保持联系 如果你生命中一位这样子的引路人 或是人生导师 而且他们带给你很难忘的学习经验 那我们都想邀请你跟我们分享 你与他们的故事 我们今天会在未来的节目里 原汁原味的分享给大家哦 邀请大家不要害羞 说出来你们的故事 敬请锁定我们下一集 MTV怎么在教学现场落实呢 如果有任何的回馈 也欢迎大家在脸书粉专来告诉我们哦 那我们下一集见哦 拜拜 拜拜